有沒有 所以妳後來沒有換泳妝 紙都不換 然後我說喔好 那我去一下洗手間 然後就老婆了 逃走了 對啊 可是韓智傑妳在紐約有打工對不對 他有一個茶 就是專門賣泡沫紅茶茶點 去打工 對啊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那老闆還說 他說妳這樣overqualified 我不敢用妳 我說我就是來打工也無所謂 他為什麼覺得妳overqualified 他覺得說妳是名人啊 他認得妳喔 對他知道我是誰 他就說 他說我來這裡工作 妳要拖地要洗廁所 他說 妳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對 我說不會啊 我現在來讀書 我是留學生 結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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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那個China Town打工的人啊 都其實臉色都不好 去吃飯他們都沒有耐心 就是說什麼人家吃什麼要幹嘛幹嘛這樣 那我就是每天就是笑臉嬰人 你說服務人員都臉色不好啊 對 都這樣 他們這是一個習慣 早期的香港是一樣 比較衝觸的 就是這樣 趕快去找他吃飯就走人是這樣 然後 那我每天都是笑臉嬰人這樣 然後跟他介紹什麼茶要喝什麼什麼 然後呢 就會招很多客人 後來大家就說 有那紅孩兒在賣泡沫紅茶這樣 就幫他招染滿多客人 你去紐約去追求自由嗎 就是不要被認出來 對 當初就覺得說 如果想再讀書的話 台灣的環境我可能沒有辦法過得那麼單純 就是我的學生生活不會那麼簡單 可是 楊鶴群你在加拿大的時候 這個閃開你 閃開你爸嘛對不對 可是太自由了 他有想要在那邊發展感情生活嗎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是這樣 因為我們進入那個 在小鎮的時候 進入那個ESL的時候呢 就是完全你看不到一個外國人 沒有 金髮碧眼的外國人 都是比如說日本的同學啦 韓國的同學啦 還是什麼伊朗的同學啊 就是這樣的同學 然後呢 你就去 就是每天就是跟他們相處 其實還沒有接觸到真正的本地 你有對金髮碧眼的同學下過手嗎 金髮碧眼不可能 因為我們連話都講不好了 然後怎麼跟人家那個 所以只有找 跟我們一些接近的 比如說日本同學 這些是你的同學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那時候的照 這個是 右邊那一個是我的同學 他是那個魏叔魏龍豪的 最小的兒子 跟我是同學 然後呢 中間兩個是日本同學 是你們的妹嗎 他們分別呢 是嗎 是你們兩個女友對不對 他們分別暗戀著 他們旁邊的男孩 你分配到是戴眼鏡的 還是沒戴眼鏡的 沒戴眼鏡的 有點像這個丁曉宇的那一位 就是那個時候 你有好好對人家嗎 沒有 那時候你會覺得說 被人家暗戀的感覺是很好的 他有照顧你 有 就是比如說聖誕節的時候啊 他會來你家敲門啊 拿禮物給你啊 其實很少被暗戀 那個女生很貼心 對 然後 做便當給你 對 然後他會要 他會帶三名字給你 然後他 老實說梁赫群這個時期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你現在能看多了 有打大聲音 還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 他會邀請你去他 HOME STAY的家裡面玩啊 你有接受他的感情嗎 沒有 因為這個 因為那時候也不是說 所以梁赫群在這樣大的 感情生活是空的 其實 你不會說這麼委屈自己啦 就說依這個圖片來看 對不對 今天你有想要把 將來要把人送去哪裡面 不知道耶 都不好啊 對 這樣 那感覺就聽起來好糟 很棒耶 那邊真的很棒耶 如果把你送去了 只不過讓你去看港片 看食神跟吃炸醬麵 沒有 你去那邊你就覺得說 原來你在國外電影看到的 原來你都會發生 然後走在那個DOWNTOWN的街上 你就會看到說 有一個人拿著一個牛皮紙袋 裡面可能是酒瓶 走在路上 然後突然你就看像 那個外國警匪片一樣 一台警車下來 然後下來四個標形大案的警察 就把那個人壓在地上 然後就把他弄到車的 那個引擎蓋那邊 然後就把他帶走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他沒有怎麼樣 他只是拿一個牛皮紙袋 走在路上 他怎麼了嗎 就問老鳥 老鳥就說 因為他們有規定的 比如說是在這個Pub 或者說有酒牌的地方 你才可以喝酒 或是你自己在家裡喝 你不可以在路上拿著酒 邊走邊喝 對 就是你沒有辦法想像說 這樣就要被逮捕 在台灣拿一罐台皮 在路上走來走去 居然會被警察抓你 你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 可是你不是還把警察叫在家裡 有一天晚上呢 就是下大雨 下大雨下著呢 然後我起來尿尿 然後就覺得說 奇怪 怎麼你採那個是地毯嘛 都是濕的 原來那個 我去溫哥華租了一個 一房一廳的一個小單位 你在溫哥華忽然就有錢囉 不是有錢 那個費用是一樣的 只是三餐你要自己想辦法 就是你一個月給家庭 要給500到800嘛 還可以吃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所以就太開心了 然後呢 就淹到這個院子裡面來 從院子的水就淹到客廳 客廳整個地毯都是濕的 淹水喔 對 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想說 打那一彎彎 然後我就真的打那一彎彎 馬上警車就來了 然後呢 那個警察下來一看 是這個狀況 他們叫做皇家騎警 他不是叫什麼 他這是騎馬來嗎 沒有沒有 他是坐車 可是他們統稱是皇家騎警這樣 加拿大的警察 然後來了以後呢 就直接把房東叫下來 然後把房東來處理 然後就找那個人家那種 吸水大隊的啊 你怎麼無聊 你拍這照片幹什麼 你也知道我們那時候真的很無聊 這就是我家 你住很大耶 空無遺物的家 怎麼會沒有家具 沒有 完全沒有家具啊 你哪有錢去買 你把皇家騎警叫來了 然後他們替你把房東叫醒 然後他們就走了嗎 沒有 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你下次 他把人家都走了 你真的很餓整天啊 不是餓整 那時候慌亂你也知道 我們就只資深在國外 真的好討厭 他的心情很複雜 對啊 所以你還是會想要去回溫哥好 玩一陣子 是這樣的 我從那時候大概97年回來 一直到現在10年 我從來都沒有再去 我弟弟妹妹都還在那邊唸書 他們有地方住 還有買車子開 就說過年過節你就來都沒關係 可是因為我回來了以後呢 我就加入了傳播這個行列 從此走上這條不歸路 就是你 我們不可能有那個長假 因為你出國 你去國外起碼要一個禮拜嘛 你沒有那個 然後那個過年的時候 機票又是雙倍 你不可能去的 OK 傑愛還想回家的到嗎 我上一年的過年 其實我有回去看家人 其實回去感覺就還 真的很放鬆 因為加拿大就是一個很漂亮 然後讓人家感覺很 很養老很舒服的一個城市 所以回去就還蠻懷念的 那丁曉晴會想回日本 我很想再買房子耶 對啊 就是每個月有時候回去的話 還是會去看一下那邊的狀況 它那邊的房價其實沒有 沒有比現在的台北誇張太多 對 它有些很小的城市 但是它規劃很好 還是非常的貴 對 可是你可以先買嘛 或是再租給別人 然後回台灣工作這樣 黃潔妮會想回日本嗎 會啊 而且如果有機會 還不如在日本買房子 因為它的房價也是差不多 可能一小間也是一千多萬台幣 可是在蠻不錯的區域 就跟台北房價其實差不多 還不錯啊 所以大家都還蠻喜歡 除了兩個區域還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 是 我愛加拿大 我太喜歡了 真的 好 謝謝你們喔 好 謝謝 謝謝 還是一些小朋友耶 喔